高雄醫護被拍到在空檔時 由席地而坐 把鐵椅當作桌子 客難的吃著便當 這樣的照片也流傳出 市府加碼醫護關懷專案 感謝抗疫天使 而為了讓長輩打疫苗時 不要那麼緊張 高雄市府也出新招 在接種站播放運動教學影片 雙手雙腳統統動起來 高雄鳳山體育館長輩一直排排座 舞動身體好健康 仔細一瞧 旁邊還有醫護人員 正在施打疫苗 原來為了減輕長輩壓力 高雄運發局出招 透過體育館的大螢幕 播放運動短片 讓長輩一邊等待打疫苗 一邊動動手腳 同時也讓這成為全高雄 最有活力的接種站 而接種站裡 同樣引起討論的 還有這張照片 醫護人員席地而坐 鐵椅成了桌子 客難吃便當 還不忘保持社交距離 這是高雄醫護替長輩打完疫苗後 抓住空檔的用餐畫面 不過看到這一幕 有網友替醫護感到不捨 還有人幫忙呼叫市長 說這實在很不妥 第一個是在桌子上 的確沒有那麼多 那因為我們整個場館 主要還是在做工作 那另外一塊呢 其實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會請他們 依照社交距離的方式 來做用餐 那的確也會同仁 會先用椅子的方式 來當做桌子 師父表示 接種站的休息空間已經改善 也有安排桌子給醫護吃飯 同時加碼疫苗接種站的工作補貼 從每天的一千元提高到兩千元 就是希望能感謝這些 站在前線辛苦的抗疫天使 接著做我們報導